寫门有句惯用語,放下屠刀立地成佛。 這句話出自何經何典呢? 《列盤經樊行本》裏面記載, 印度波羅內閣有屠戶名約港鴨, 所謂屠戶即是屠宰家族的人, 於日日中殺無兩陽,見舍利忽尊者,即壽詞八戒。 經一日一夜以示恩緣命中身為北方天王的彼沙門之子。 八戒中第一就是不殺生,放下屠刀就是不殺生, 亦犯止不做一切惡業,不做惡業,就能夠得到種種的福佈, 進而求智慧,超越三界六道輪迴,直至成佛的。 立地是唐宋時代的口語,不是立在地上的意思,而是立刻,或者當下的意思。 因為心中產生一念不殺生的善念,入了自己白色深田, 將來遇到善緣,就會修學佛法直至成佛,所謂一發心者變成正國。 清代名神紀曉嵐,在他的《月眉草堂筆記》裏說:「扶佛法廣大容人懺悔,一切惡業,應念消滅,放下屠刀立地成佛。 其實在宋代的禅宗語錄之中,早已廣泛引用這句話,在《景德傳登陸》裏面,第二十五卷這樣說:「拋下粗刀,辨證阿羅漢果。」 到了俗傳登陸,就改成為飄下屠刀立地成佛。 不單之徒刀要放下,一切妄想執著都要放下。 清朝堪山大師有一句禅師:「空山直直絕諸圓,不學諸方五味禅,參者不須向外求,但能放下至千言。」 是重要的參禅心法,真理是不需要追求的,只要將我們的妄想成見放下,真理就會自然顯露出來了。 但能適妄,不須密真,如果有一念尋求真理之心,等於執著佛法,由如雪上加霜,會脹斃了本來的佛性的。 所以永家大師說:「君不見絕學無為閒道人,不除妄想不求真,無明實性即佛性,幻化空身即發身,發身各了無一物,本源自性天真佛。」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